大家好,我是Den Tiara成员Hyo Min 与韩国国家代表足球选手黄一久 成为2022年第一队名人情侣了 根据媒体表示 Hyo Min与足球选手黄一久 是透过朋友介绍认识 从去年11月开始发展成恋人关系了 因为目前黄一久在法国踢足球 所以两个人还是远距离恋爱 上个月也一起去瑞士旅游了 而1月1号只公开演唱会预告的地社 在别家媒体先报导这个消息后 马上就公开了Hyo Min黄一久的瑞士旅游照片 Hyo Min有厨师资格证 厨艺也很好 跟运动学手真的感觉很相配 照片是读者提供的 提供着照片的人是在做什么呢 不会觉得这样偷拍是有问题的吗 都到了海外还偷拍 不过都戴口罩了 还能认出是Hyo Min黄一久也太厉害了吧 如果是我只会觉得他们是来瑞士观光的韩国人 直接就会路过的 恭喜 希望其他Tiara姐姐们也能遇到好的人 Tiara 加油 下一个消息是 昨天 月华娱乐公布了 i9出称的China 将会在1月17号发表首张个人专辑 并公开了预告海报 而Connect娱乐今天也公布了 游家庆国主唱YouTube 将会在1月18号发表首张个人专辑 并公开了预告海报 然后虽然好像是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YouTube预告照的这个旋转木马背景 很像游家庆国Nokrigo拿的背景 所以就有点小感动 这次分割感觉跟耶娜很相配 耶娜加油 这是新年最幸福的新闻 爱你YouTube 啊 手脚都在发抖 没想到今天会看到这个消息 来吞掉K-pop吧YouTube 然后大家知道吗 因为耶娜YouTube的回归 2022年1月的第三个礼拜 突然变成了K-pop女 solo歌手的战争周了 1月16号星期日薰音回归 1月17号星期一耶娜回归 1月18号星期二YouTube回归 1月19号星期三ムンビ尔回归 哇 希望大家都能有个好成绩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就算有造假正义 也不觉得奇怪的综艺节目 那就是 YouKids第九回 在节目中 九岁又突然发现了一个人 啊 这是谁呢 17% 我是为了别的节目路过的途中 突然变成了三位来宾 因为看到有一堆人站在那里 以为是有人在打架 确实有点像 您好 嗯 谁呢 我们去拍摄 因为太突然 我们也吓到了 嗯 哦 又是艺人 是我的高中同学 你当警察了吗 为了巡逻路过的警察 竟然是 Joseo的高中同学 你当警察了吗 因为是Abu Jondo 艺人会很多 但是Joseo的朋友 也太好笑了吧 其实之前 17%也已行人出演过YouKids 当然拍摄的制作组 以及被拍到的 朋友本人也都不知道 Gidsu 生日快乐 ijisu 生日快乐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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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CAPOLITO YA WATATATA